好 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进入企业所得税最后一节 征收管理 来吧 首先看纳税地点 像这些呢 通常就是考一考小题 文字性的啊 居民企业 它如果登记注册地在中国境内的 那肯定是在登记注册地 生报纳税 对吧 但如果说登记注册地在中国境外 可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在境内的 那就找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生报纳税 这个很简单 好 完了是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 如果设立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 说白了就是总公司 在中国境内设立了分公司 那分公司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它应该是由总公司来汇总 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好 非居民 非居民企业有两种 一种是在中国境内设了机构场所 一种没设机构场所的 对吧 那设了机构场所 取得所得跟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话 咱们这样的非居民企业 它也是自行申报纳税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25% 记得吗 所以它在报税的时候 直接在机构场所所在地 申报纳税 因为它场所设在这 它经营在这 对吧 那如果在境内设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构场所的 我们说符合国家相关部门规定条件的 是可以选择由其中主要的机构场所 来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OK 那如果是属于没有设立机构场所的 非居民企业 或者说虽然设了机构场所 所得跟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 咱们是不是由中国境内的支付方 来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它实行源泉扣缴吗 预提所得税税率还10%呢 那这种情况下 既然是代扣代缴 我们就找扣缴义务人的所在地 对吧 去报税就行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 人家没有机构场所 你不可能让他自行去申报纳税去 好 那另外呢 除国务员另有规定以外 企业之间是不能去合并缴纳 企业所得税的 那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汇总纳税 是因为分公司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 所以有总公司汇总纳税 但如果你两个本身就是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 那税就是各交各的呗 不可能合并去纳税的啊 好来看单选题 下列关于非居民企业 所得税纳税地点的表述 不正确的是 选项A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 设立机构场所的 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 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以机构场所所在地为纳税地点 对的吧 你都设机构场所了 那你在境内挣的钱 机构场所所在地 申报纳税 好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 未设立机构场所 那是源泉扣角呀 所以在扣角 义务人所在地 作为纳税地点 对吧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 设立机构场所 但取得所得 跟所设机构场所 没有实际联系 那我们是不是也 源泉扣角 应该是由 扣角义务人 代扣代角 而不是找机构场所 所在地去报税的吧 好 悬项地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 设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场所的 经审核批准 可以选择由其中 主要的机构场所 汇总纳税 没有问题 我们说不正确的 C错在这 再来纳税期限 企业所得税 它是按年去计征的 就我们前面用见解法 算因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那么复杂 那么恶心的过程 我们一年呢 只要经历一次 它不是每个月都要这么算 一年算一次就行了 算一个全年的所得额 为什么它是按年计证 原因很简单 我们有的企业 它分很明显的 淡季和旺季 那淡季的时候呢 没有所得 甚至亏损的 都有可能 不用交税 旺季的时候呢 那人家的这个 所得很高 然后在预缴税款的时候呢 交税就交的比较多 那像这种情况下 它的税负就不是很均衡 所以有那种干脆 就按年来计争 算一个全年的 应纳税所得 看看整个这一年 它到底要交多少税 但是国家等着税收嘛 所以它不可能一年呢 只收一次税 因此企业所得税呢 我们平常得分月 或者分季度 去预缴 一般都是大多数啊 都是按季度去预缴 企业所得税 对吧 那你预缴的时候 是一个数 当你全年算下来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 要交税的数 这两者会不一致 那不一致的 我们就才有了 企业所得税的 会算清缴 所以在会算清缴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把 你企业所得税 全年的应纳税额 和我们过去 对吧 这一年已经预缴的税额去比 交多了退 交少了呢 比较多退少 好 那企业所得税呢 纳税年度 我们是公立的 1月1号到12月31号 包括我们国家的会计年度 都是公立年度 那企业呢 在一个纳税年度的中间开业 或者由于合并 关闭等原因 终止经营活动 使该纳税年度的实际经营期 不足12个月的 那么就以实际经营期 作为一个纳税年度了 说这个企业 2022年8月10号才开张 那他 算他这个纳税年度的时候 人家8月份才开张 那就8月到12月 实际经营期 作为一个纳税年度 对吧 人家8月才开业 好 清算的话 以清算期间 作为一个独立的纳税年度 这个咱们待会后边 也会讲清算的事 比方说 要是这家企业 在2022年9月份 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去进行清算 不干了 破长了 干不下去了 清算的话 那9月份清算 如果持续了两个月 才清算完成的话 那9月10月 这两个月 就是清算期间 那么清算期间 作为一个纳税年度 而前边的1到8月 又是另外一个纳税年度 就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是纯粹的公立年度 作为一年了 对吧 它清算期间 它也是单独 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的 因为清算期间 我们也是需要去算所得的 怎么算不着急 后面会说 好 接着是关于纳税期限 好 如果是这种正常的 持续经营的这种企业 那应该是自年度 中了之日起 5个月内 要去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 纳税申报表 这就是做汇算清缴嘛 所以比方说 你22年的企业所得税 你应该是在 23年的5月31号之前 我们去进行汇算清缴 去把你那个 因纳税所得额 该调的调一调 算出你准确的 一年要交多少税 跟过去一脚的税额比 看看是退税呢 还是补税呢 对吧 好 所以这个时间 我们给了足够长的一个时间 5个月 所以这5个月够你去做 相应的一些纳税调整了 对不对 5个月的时间 考试会设计 好 那如果是企业在年度中间 终止经营活动的 就以后不干了 他就不是持续经营了 他终止经营活动的 那么就应当自实际 经营终止制日期 60天内 去做汇算清缴 因为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再等了 说你等到次年的 5月31号之前 你再去做那个汇算清缴 那就晚了 你要是这个企业 22年8月份 他就不干了 那你再等到次年5月份 5月底最后一个纳税期 现在截止日期 你再去对他汇算清缴的话 那是不是晚了 所以说赶紧的 因为你这种后续 已经没有经营活动了 赶紧清算 60天的时间 好来看题 你看考试就考过 办理所得税 汇算清缴的时间 是多少天 他说的是在年度中间 终止经营活动的 那就赶紧的 对吧 60天的时间 好选C 好接下来是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 企业所得税 他按年计征嘛 平常呢 按月或者按季度 先去预缴企业所得税 那预缴的时间 是每个月结束 或者每个季度 中了之日起 15天的时间 去预缴企业所得税 他也是需要去报送 预缴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申报表的 而如果是针对纳税人12月份的税款 以及第四季度的 你按月的 那就12月嘛 按季纳税的 那就是第四季度嘛 好 那我们直接是在年度终了后 15天内 我们要先预缴企业所得税 预缴完之后 再在我们说年度终了5个月内 再来进行汇算清缴 所以哪怕是你最后一个月的 或者最后一个季度的 照样还是要先预缴的 15天内去预缴 完了预缴之后 再来进行过去这一年的 一个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 好 那企业在纳税年度 无论它是盈利还是亏损 都必须要进行企业所得税的预缴啊 还有年度的申报啊 因为本身税收征管法就规定的很清楚 你哪怕你这个企业 你不需要交税 你想受什么免税 你也是要去报税的 也是要去申报的 对吧 好 那第三一个是今年新增的 我们看一下 他说除了实行合定定额 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以外 我们其他的纳税人 查占征收的纳税人 他是自纳税年度 终了之日起5个月内 去做汇算清缴 把你这一年 全年因纳税额 和过去这一年预缴的税额比 我们是不是要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好 那么新增的主要是最后这句话 二一年度及以后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如果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 预缴的企业所得税 超过了汇算清缴的应纳税款 那纳税人要及时申请退税 这就直接退了 他说不能来抵缴下一年度 应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了 就如果我预缴的大于我应交的 那不就是我多交了税吗 现在我们说你多交了税的话 那只有退税这条路 不可能说哎呀这个税不退 留着来抵下一个纳税申报期 也就是下一年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来抵下一年的行吗 不行 好 他说的就这个问题 所以主要是新增了这一条 好接着一个问题 是有关跨地区汇总纳税的事 来这个呢 是可能出现单独的计算题的 虽然暂时还没出过 但是好像有可能出 因为他具备出计算题的条件 好来 首先我说一下 这个点谈的是什么 你看一下啊 是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 他干嘛了呢 他跨地区 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了 那这居居民企业啊 他是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 OK那接下来适用的办法 就会设计一些税款分摊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税款分摊 首先我们前面讲到 如果是一个居民企业 在中国境内 设立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 我们是由居民企业 总公司来汇总纳税的 比方说 现在有个总公司 人家在北京 总公司一般都设立在 北上管生这些 经济发达的城市 对吧 好那下面有几个分公司 比方说长沙有一个分公司 然后在武汉也有分公司 假设啊有两个分公司 那这个分公司的话 在长沙呀 在武汉呀 所在地呀 人家也有经营 也会实现所得 OK那如果你全部由总公司 去汇总纳税会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企业所得税 它可是中央地方共享税 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收入 60%归中央国库 40%是归当地财政收入 那如果说你长沙分公司 武汉分公司那边实现的所得 你都有总公司北京来汇总纳税的话 那就会出现你的税都交到哪了 都交到北京了 那导致长沙呀武汉呀 你在人家的地盘上搞经营 结果一毛钱税收都不贡献 这可影响到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问题 会涉及税收利益分配的问题 地方与地方之间会有矛盾的 你把所有的税都交到北京 那这样的城市只会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有钱 对吧 那相反其他的城市呢 穷的越穷 富的越富 就这样 非要解决 地方政府之间税收利益分配的问题 你这种汇总纳税 你不可能把税 都交到人家总公司那边 这叫啥事啊 你好家伙 你在我的地盘上生产经营 我们对你来进行税务管理 结果我白干活 一毛钱好处没捞着 好所以就有了我们接下来的政策 我们接下来是什么政策呢 来 汇总纳税企业 我们现在谈的汇总纳税企业 一定是针对他的分公司跟他的总公司是跨地区的 你跨地区的跨省了 跨自治区了 跨直辖市了 跨计划单列市了 跨地区了 因为你才会涉及地方和地方之间去分配税收利益 你要是说你的分公司就在北京 在海淀区下边 在别的地方 那你反正你汇总纳税你都交到北京了 这就无所谓 是吧 关键主要是跨地区的时候 你跨地区的这种分公司 我们说在进行汇总纳税时 来 我们实行统一计算 统一计算指的是什么 由总机构 也就是总公司 来统一汇总计算 你总公司加分公司 所有的税款 汇总来算 好 这是统一计算 然后分级管理呢 总公司和分公司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都有对当地机构进行企业所得税管理的责任 总公司和分公司应该分别接受 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管理 这就涉及我们后面的就地预角 你在人家地盘上 开个分公司搞经营 肯定要接受当地事务机关的管理 方便吗 就近吗 那人家既然管了你 你不得做点贡献 交点税啊 所以啊 总机构 分支机构按规定 分月或分季度 分别在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 是要去申报预角企业所得税的 所以你交税的时候 还是要在当地各交各的 只是说 统一计算是由总机构 它是要汇总算一下 总机构啊 分公司啊 合一块一共交多少税 这个税啊得分 分给总公司分多少税 分给各个分公司分多少税 然后各交各的 总公司北京 总公司在北京交税 对吧 你长沙分公司分过去的税 在长沙那边交税 它是要分摊的 所以我们就有相应的一个 汇总清算的问题 在年度中了之后 它也是由总机构 统一的去计算 汇总纳税企业的年度 所得税额 抵减掉之前 总机构分支机构 已经预缴的税款 它之后也要去分 它统一算一下 全部因纳税额有多少 减去之前已经预缴的数 那不也是在做一个汇算清奖吧 那这个汇算清奖 我们说交多了退 交少了补 那这时候也还是会设计 你要把总的税额算出来以后 我们总公司呢 分一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税款呢 要分给分支机构 再去考虑退税 还是补税的事 它也涉及一个分摊的问题 好 那再一个就是财政掉库 因为财政部呢 它要定期将绞入 中央国库的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 带分配的收入 要按规定的系数调整到地方国库 那我们那个企业所得税 交上去以后 我们是六四分 对吧 60%归这个中央 40%呢归地方 好 所以要通过这种财政掉库 来平衡地方之间的税收利益 准配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适用范围 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 这种总机构汇总啊 然后又分给分支机构去交税啊 咱们这种跨地区汇总纳税的政策 适用什么范围 它适用于总机构 和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 二级分支机构 就地来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 我们刚刚说 如果一家总机构 它在北京 然后它下边有两个分支机构 一个是长沙 分公司 一个是武汉 分公司 有两个 好 那么首先谁来总 先总 后分 先由总机构北京这边 来汇总计算 应纳税额 包括平时预缴的时候 也是他汇总 到了年终汇算清缴的时候 也是他汇总 汇总所有的税 包括总公司的 包括各个分公司的汇总 汇总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分 怎么分呢 来 50% 分给总机构 总机构要就地去交税的 就地交 在北京交 然后还有50%的税款 是给各个 分支机构 包括 比方说你有两个分支机构 一个长沙的 一个武汉的 50% 分给他们 那50% 怎么分给他们呢 我们有分摊的比例 咱们后面有一个系数 有一个计算公式 来计算 分摊比例 通过那个公式 算出来分摊比例 比方说 当中 又有60% 分给长沙 40% 分给武汉的 那就把这50%的税款 再来64分 至于分摊比例是多少 你得通过那个公式 进一步的来算 不着急 后面都会说 所以这是咱们的一个 大概的思路 就我们后面要学的话 你要首先知道 总公司来汇总纳税 先总完以后 再来分 总的税款里面 其实是总公司 和分公司之间 55分 对吧 50% 总公司的 50% 分公司的 完了 分公司如果涉及 多个分公司的话 他们之间 还有一定的分摊比例 再去分 这50% 这么来进行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说 以下二级分支机构 不去就地分摊 缴纳企业所得税 咱们这一块 可以考察 文字性的多选题 第一个 不具有主体 生产经营职能 且在当地 不缴纳增值税的 产品收货服务 内部研发 参主等 汇总纳税企业的 内部辅助性的 二级分支机构 他不用去就地分摊 缴纳企业所得税 原因很简单 人家不具备 生产经营职能 就他不会实现所得 他都没有设计 缴增值税的问题 他可能只是在 这个地区 设立了一个售后 或者说设了一个 客服的部门 他没有设计到 实现收入 没有收费 那些玩意儿 没有增值税的问题 他只是说 一个售后的网点在这儿 他也是一个 二级分支机构 但人家没有所得 既然没有所得 你还会总纳啥税 对吧 你也不涉及 分摊税款的问题 对吧 你只有你实现了 所得的二级分支机构 你才会涉及到 跟总公司之间 去分摊税款的事 对吧 你要是都没有 生产经营的职能 都不实现 相应的所得的话 那就不存在 跟总公司之间 去分摊税款的事 好 第二 是上年度认定为 小型威力企业的 其二级分支机构 也不用去分摊 缴纳企业所得税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人家是小型威力企业 小型威力企业 你想想 他的那个税款 在交的时候 不超过 一百万的部分 打折时 因纳税所得 按百分之十二点五 再乘百分之二十算 对吧 一百万到三百万的部分呢 我们说 打折时 因纳税所得 按百分之二十五算 再乘百分之二十 就他最终交的税 已经够低了 那你就别去再分了 你再分下去 分到人家 分支机构也分不了多少 就免了 算了 麻烦 好 第三是 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 设立当年 不用去分摊 缴纳企业所得税 这个原因是什么 原因跟我们后面的计算 有关系 咱们不是说 分支机构之间 还要针对那百分之五十的税款 再去分吗 那再去分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分摊比例的 在计算分支机构的分摊比例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到一些个数据 会用到上一年度 各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金额 职工工资金额 资产总额 会涉及上年度的这些数据 找的是上一年度的 所以你想啊 如果一个是当年新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 当年新设立的 你找得到他上年的这些个什么收入啊 资产金额的数据吗 是找不到的 所以他没办法去计算分摊比例 干脆就不分摊税款了 好 第四 当年撤销的二级分支机构 自办理注销税务登记之日 所属企业所得税 预算 预缴 这个期间啊 不就地分摊缴纳 企业所得税 什么意思 如果是撤销的 比方说他是按季度 去预缴企业所得税的 那我们本身说预缴期间 预缴的时候啊 他也是由总公司来汇总 算一个总的税额 再分给各个分支机构 各自再去预缴去 所以预缴的时候 他也是涉及分摊的 那如果说在预缴期间 假设他是在 八月份 八月份就是三季度嘛 对吧 在假设他是按季预缴啊 八月份预缴的时候 哎 在这期间 注销了 注销了 那么也就是说三季度 预缴期间 我们是不去参与到 分摊税款的问题的 因为他撤销了 你分没意义 不用分了 好 但是前面 前面的一季度二季度 照样还是需要去分摊 预缴企业所得税的 OK 那汇总纳税企业 在中国境外 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二级分支机构 也不去分摊了 因为你分给谁啊 说我在美国 设立一个分公司 再把这个税款 分到你美国分公司 你美国那边去 美国那 预缴 企业所得税 那也不合适啊 没这么个说法 对吧 好 这些呢 理解为主啊 OK 接下来是关于 具体的这个税款预缴啊 还有汇总清算的问题 来 首先我们说 汇总纳税企业 也就是总公司 总机构 他来汇总计算 整体的企业所得税 包括预缴的 预缴的时候 他也是由他汇总来算 然后年终汇算清缴的时候 也是总机构汇总来算 算完以后呢 你看50%的税 在分支机构之间区分 然后各分支机构呢 再根据相应的分摊比例 来分税 另外的50%呢 由总机构分摊缴纳 总机构分摊缴纳的话 其中25%就地办理缴库 或者退库 25%呢 就地全额缴入中央国库 或者退库 这些就涉及一些个 这个税收利益分配的事 比方说 假设 这总机构 把他 总公司啊 分公司啊 所有的应纳税口都算出来 一共是100万 总机构假设在北京 那有50% 是在北京去交 总机构啊 都在北京交 那交的时候呢 25% 你看 他咋说的 就地 来办理 缴库 或者退库 这25% 我们知道 64分嘛 60% 归中央 40% 归地方 政府的 税收收入 对不对 企业所得税嘛 中央地方 共享税 好 那还有25% 他是直接 缴入中央国库 那缴入中央国库的 这25% 他也是 64分 60% 归中央 那还有40%呢 他不是说 归他北京 还有40% 是按照一定的规定 向各省市 再去分配 他也不是说 哎呀 分给你长沙那边 分给你武汉那边 他要给各个省市 再去分 这么回事 但是这一点 咱们不用纠结太多 没那么复杂 我们能够把握到 哎 这一层 就你50% 反正都是放到北京那边去交 至于交到北京以后 哎呀 有多少归中央 有多少再分到地方 那些咱们就不管 好 那还有50% 咱们是不是给 分公司 分给分公司 分给分公司的时候 又要进一步的算分摊比例 啊 你给长沙 分公司分多少 对吧 你给那个武汉的 分公司又分多少 还有分摊比例的 就这么一个模型 OK 那总机构呢 应该将本期企业所得税税额的50%部分 你看 每月或者每季度中了后15天内 他要去就地申报预缴 他自己要在当地去预缴 然后再将另外的50% 按各分支机构分摊的比例 分给分支机构 那分支机构分过来以后干嘛呢 他们要在各自的所在地 也要去预缴 也是15天的时间去预缴 阅读中了 或者季度中了 那你看 你按照一定的分摊比例 你分给长沙分多少 分完了以后 那假设 这50万分给长沙 分36 分给武汉 分14万 那你这36万 就在长沙那边预缴 这14万呢 就在武汉这里去预缴 是吧 都是15天的时间 好 那汇总纳税企业 应当自年度中了之日起 五个月内 你看这汇算清缴了吧 你看汇算清缴的时候 他也是总机构 汇总算整体的应纳税额 扣掉之前已经预缴的税额 算出我们要退的税 或者要补的税 那这个时候还要进一步的再去分 因为他汇总算完了 汇总算完了以后 我们再是按照我们刚刚前面的办法 50%呢 分给总机构这边 还有50%呢 分给各个分支机构 各个分支机构呢 再把那50%按分摊比例 再分下去 那还是一个意思 好 所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计算 因为这个计算是有可能 出现在咱们的单独的计算题 专题里面的啊 来首先总机构要分摊的税款 不用说了吧 你汇总纳税企业 你把总机构的分支机构 全部要交的税算出来 然后乘50% 这是分给总机构的 另外还有50%呢 是给分支机构的 那分支机构再去分的时候 是把这50%再去乘以 各分支机构的分摊比例 关键就在于这个分摊比例 如果要考你 这也是一个 这个难点 因为它有个公式 你要记一些数字 细数 那我们说这个分摊比例 我们是按照上年度 分支机构的营业收入 职工工资 以及资产总额 三个因素 当然要去乘以一定的权重 来计算 各自的这个分摊比例的 那我们看一下 在算的时候 我们拿的是上年度分支机构的 收入 工资 资产总额嘛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权重 收入的权重0.35 工资的权重0.35 资产总额的权重最低0.3 因为资产总额的数字一般 比其他两项要大一些 对吧 比权重呢 也给它降下来 那某分支机构的分摊比例 拿分支机构营业收入 占所有分支机构收入之和 这么一个占比 给它成0.35% OK 这是收入这个因素 考虑完了 再来加上职工这个因素 职工工资这个因素 职工薪酬去除以 所有分支机构 职工薪酬之和 再来 成这个0.35的权重 然后再加上资产总额 该分支机构的资产总额 这样所有分支机构 资产总额之和 这么一个占比 那权重呢 是0.3 就乘0.3 算出 分摊比例 那这分摊比例 我们就把那50%的税款 再乘以分摊比例 这就分给这分支机构了 好不好 这些数据啊 你要清楚怎么来的 好 另外呢 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我们有三级以下的分支机构 那么营业收入啊 职工薪酬啊 资产总额这些都是统一 并入到二级分支机构的 我们在汇总的时候 就是把总机构和二级分支机构 我们去进行汇总和分摊 那你二级机构下边 如果还有三级分支机构呢 你三级分支机构的这些个数据 先并到二级里面来 直接并上来 然后呢 由总机构呢 来汇总 汇总完了以后 直接分给的是二级分支机构 就不会再分到三级机构去 好 另外呢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上年度会用到 它分支机构的一些个收入啊 职工薪酬啊 还有资产总额这些个数据 对不对 好 那它是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 所核算出来的这个数据 注意后边这句话 一个纳税年度内 总机构首次计算分摊税款时 采用的分支机构收入 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数据 于此后 经过注册会计师 审计确认的数据如果不一致的 咱们就不做调整了 你往往你在第一季度 对吧 在预缴的时候 这时候就设计要分了吗 那时候分的时候 可能有的上市公司 他的财报还没有经过审计 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按照 审计之前的 财报的一些数据 对吧 根据这些个 什么收入啊 职工薪酬啊 资产总额的数据啊 先去算分摊比例了 那可能在一季度结束之后 这上市公司的财报呢 才审计出来 审计出来以后 可能有的数据呢 经过了一个调整 那这时候需不需要去调整 分摊比例呢 我们说简化处理 不整那么复杂 是不做调整的 OK吗 好这句话 我们曾经考过啊 考过 好来 我们通过一个立体 来感受一下 他的一个计算 好吗 一步步来 以致总机构贾公司 下设三个分支机构 天津 上海 深圳的啊 三个 都是二级机构 那现在告诉你 2022年第一季度 贾公司汇总计算的 英纳税 是多少 20万 这是英纳所得税额啊 税额一共是20万 就包括总机构的 包括这几个分支机构的 20万 OK 那我们先画个图 这20万 是不是50% 也就是有10万 分到总机构头上 10万里边 25% 就地办理脚库 还有25% 直接搅入中央国库 就地搅入中央国库 总之 都是在总机构的所在地区交 对吧 就10万嘛 好 那剩下还有50% 也是10万 这10万 它不是有三个A B C 三个机构吗 这10万呢 我们再按 分摊比例 分给三个机构 那关键是去算 这个分摊比例 我们是不是要拿这三个机构 他们对应的收入 工资 资产总额 就叫收工资 收入 职工薪酬 资产总额 按照这些因素 考虑一定的权重 算分摊比例 OK 来 接着我们就看20万 你看 50% 是给这个总机构 去就地缴纳 其中25% 也就有5万 是就地预缴 还有25% 是就地预缴 缴入中央国库 总之 这里一共10万 都是总公司 分给总公司去交的 一共10万 对吧 好 接下来是给各个分支机构去分 你是不是还有10万 分给这三个分支机构 好 怎么分 我们先看分摊比例 看A机构的 收入 是 50 占它整体 三个机构收入之合 多少 85 好 就除85 收入的权重 0.35 OK 再来考虑工资 工资 你A机构10万 除以整体的 分支机构的工资总和是多少 21万 好 工资的权重 也是0.35 OK 再来加 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 你A机构 账 200 总的 350 那资产总额的权重 0.3 这样就把天津这A机构的分摊比例 你算一下是多少 来 54.4% 好 OK 那就把10万的54.4% 5.44 就分给天津的A机构 在天津当地 在天津当地去预角 对吧 是这么回事吧 54.4% 好 那我们再看上海B机构 依此类推 你看 B机构的收入 30 资产总的收入85 权重0.35 好 加上职工工资 10万 资产总的工资 21 权重0.35 再来 100 资产总的 315 对吧 我们再给它乘以 0.3的一个权重 来算出分摊比例 OK 这分摊比例 37.6% 那不就那10万里边 A 37.6% 3.76 我们分给上海B机构 在上海当地去预角吗 好 最后 还有一个 一字类推的 还用再算吗 算一下吧 好吧 C机构的营业收入5万 除以总的 这个85万 我们再来乘 0.35 权重 最后 它的工资 1万 除以21万的 总工资 乘以权重 0.35 好 再来 50 资产总额 除以 350 资产总额之和 乘 权重 0.3 算出 最后一个机构的 分摊比例 8% 10万里面 8% 分给的是 深圳这边 0.8万 你看这样分完以后 这5.44 3.76 0.8 合一块不就把那10万给瓜分完了吗 就结束了 如果说 要考成计算题的话 他就这么一问问问 某一个机构的分摊比例 你得算一下 完了分给这个机构 分多少税 这不就简单了吗 好 来看单选题 总分机构会总纳税时 一个纳税年度内 总机构首次计算分摊税款时 采用的分支机构营业收入 职工薪酬和资产总额数据 与此后经过注册会计师确认的数据不一致的 我们是不是简化处理 就不做调整了 懒得麻烦 对吧 选C 好 好 多选题 他说 根据规定 计算各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分摊比例 需要考虑的因素 有什么 就三个方面 收工资 收入 职工薪酬 资产总额 对应的权重 来想想 0.35 0.35 0.35 是吧 OK 好了 这就会总纳税 要会算 好 好 说 快 自ora 推荐 相 推荐 ?" 自己 扶持 扶持 赚 硬 远 韧 特 爱 husband